五谷狮子头山水汇集广场 今年暑假完工开放 如同它的名字 可以看见淡水河汇流口展现的宽阔景象 而透过地景营造 也让人回忆以前的历史 俯瞰而下自行车道旁的河面 波光玲玲 映着连绵的山脉 山水汇集广场顾名思义 让人看见观音山和淡水河汇流口的宽阔景象 我们也透过这次的把整个景致的打开 那民众到这边 应该是骑程自行车道过去之后 就可以上去观看 我们整个大台北淡水河的一个山 会流口的一个壮阔的景象 可以看到设置岛 关渡宫等等 非常的漂亮 民众一定要 请大家一定要到此一游 欣赏那个美景 除了美景的眺望 同时还有儿童游戏区的设置 一旁橡笔与狮子显示了地方的特色 现场的部分 我们有提供一个草街 六滑梯 还有一些游戏设施 狮子头在我们的 应该是五谷卢州地区 应该是蛮有历史意味 之前那个狮子头爱口的这个故事 还有是像汉门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地景的营造 让那个民众回忆以前的一个历史 山水汇集广场在今年暑假完工 透过巧思设计 带领民众踏上高台 享受特别景色 记者沈志佑林家珍无故采访报道